大家好,我是一球,欢迎来到今天的UT新闻 今年万圣节活动的日期已经确定了 应该是北京时间周六的凌晨1点开始 昨天进UT的时候推送了一下画面 那闪一下就没了,PC上也有,我在Xbox上也看见 然后往年的万圣节的活动 一是出尖叫卡嘛,二是会出一些SBC 可能就是配合着活动给大家一点事情做 大家在画面中看到是去年的尖叫卡的一些圈的选择 这为什么选他们呢,也没人知道 今天网上有一些预测,其实也没多大意义 这是它普通的时候的卡片的数值 其实相当于黑了一次 还有就是赶到每月的月圆的时候 这些尖叫卡都会增加数值 就比如孔帕尼吧,去年会从86涨到91还是92 所有这些尖叫卡都会不同的程度的增加这个数值 增加数值之后的卡片好多玩家放到这个要求高数值的SBC里面去献计 可以一定程度上的省金币,还有一种作用就是玩嘛 增加数值之后这个能力也会加强 然后今年EA会出什么SBC呢,也没人知道 我建议大家准备一些数值是82左右的便宜的卡片就可以了 然后位置尽量还是囤这个中场和后卫 远离前锋和这个门将 还有就是大家看这期节目的时候Division Royal奖励也发了 大笔拼应该也出来了 如果你有一些卡包的话 稍微存一存,再等个一天啊 等这个尖叫卡正式在卡包里了 再开,万一能开着呢 EA在上周周四还是周五啊 出了第一波传奇的SBC 是给你一个球员选择包 反正就是这五个传奇啊 你想选哪个就选哪个 然后这个传奇SBC啊 还是可中复的 所以你要是有钱的话 你可以把这五个都做,还有时间限制是28天 不像去年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当然我还是不推荐大家做了 因为这五个球员啊 你在市场上买都比做SBC的成本要低 但是我们看看这个SBC的要求啊 第一个是要求一个全闪铜的阵容 第二个要求是一个全闪银的阵容 这两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如果你之前听我的开了好多铜卡卡包的话 基本上这个SBC一出啊 就是你开铜卡卡包回本和挣钱的时候啊 好多这个闪铜啊都能卖到四五千五六千 你卖出三四个 你开铜卡卡包的钱基本上都回来了 更不要说就是之前出了好多SBC的大比拼啊 可以提供各种方面 你拿俱乐部中的铜卡随便阻一阻啊 你这化学默契也就够了 这次的要求基本上还是很宽泛的 就是要求一些黑卡 要求数值 唯一一个比较特殊就是要求你交易商传奇 基本上这一个要求就把垃圾传奇的价格翻了一番 刚出来的时候啊 86啊87以上的这个闪银的价格也涨了涨 不过最近就回落下来了 毕竟这个SBC性价比低嘛 估计好多人也没有估计好多人也不做 所以可能没什么刚需 看耶这个SBC要求的风格啊 今后再出下一波传奇SBC的时候啊 这个86啊以上可能还会再涨 尤其是如果奖励好一点前锋的话 没准这个做的 没准大家做的欲望就出来了 而且好的前锋本身的价格也不太便宜 现在好多这86的价格已经渐渐回落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最近一两周 我还是观测一下86以上的球员 如果价格这样的比较合适的话 还是可以再买一波了 价格又涨有落吧 就交易的空间 另外我看这个要求一个传奇的这个要求啊 我在想其实耶可能是为了配合今年的奖励系统 因为今年初的Division Rival 然后再加上往年有的大宇敬和周赛 奖励你好多不可交易的卡包 如果你在这些不可交易的卡包 如果你开到一个传奇比较垃圾的话 你自己可能用不上 虽然卖不出去啊 但是今后还会有新的传奇SBC出来 如果哪一个SBC里面有你喜欢的球员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你抽到的不可交易的传奇啊 限级进去 然后配合着这些比较宽泛 84到86总评啊 可以用好多不可交易的球员垫进去 所以最后呢 你可能会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价格啊 换到一个你喜欢的传奇球星 就举例啊比如说大罗或者小罗啊 如果你让我再垫个50万换一个的话 我还是很愿意的对不对 基本上如果你能抽到一个不可交易的传奇 你就基本上顶了四五十万吧 然后如果你在有一些不可交易的 86左右啊 随便垫一垫的话 这成本还是能拉下来一些 另外有玩家进入这个YBA的数据库啊 然后查到了所有的特殊卡的卡片设计 放到这个网站上 有的卡我知道 有的卡看一看我也不清楚都是啥 像这就是传奇嘛 这就是黑卡 这就是动态黑对不对 然后这是要出的尖叫卡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 我也看不出来是啥 有的看着眼熟 还有一些关于欧冠的 对不对 反正这个是flashback SBC 这个是不是下一波要出的 Foot Swap呀 然后后面可能还有一些欧冠相关的 大家幸好可以看看 然后可以预测一下 今后要出什么活动 我也会把这个连接放在视频简介底下 Division Revolve奖励有问题 这是从负贷上截的图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Division 1 Rung 3的奖励 然后这是Division 5 Rung 2的奖励 按理说Division 1的奖励 应该比Division 5好很多 对不对 但你仔细一看 除了周赛点数奖励比较多之外 其他的基本上一样 但是Division 1的Rung 3要踢起来 可比Division 5难多了 对不对 但奖励基本上一样了 所以最近大家疯狂在卷这个EA 这个奖励系统真的需要改一下 而且这也是造成了 为什么Division 5 其实有时候比较难踢的原因 因为好多好一点的玩家 本来应该在Division 2或者Division 3 然后他们就主动这个输球 然后降到Division 5 因为在Division 5随便踢一踢 奖励跟这个高级的Division 基本上差不多 对不对 所以如果大家在Division 5踢的 有时候碰到一些 感觉非常强的对手 也不要太太惊讶 但是EA还是做出了一些应对的方式 就是把这些主动降级的玩家 都自动把他们体会到Division 3 而且还给他们奖励卡包 EA你有病是吗 这是你们应该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我没听说过作弊 还给奖励的 你正确的做法 不应该是提高高级别Division的奖励吗 我们再来看看这周的黑卡 这周的黑卡 总应该说质量还是很高的 像卢卡库啊 不参加国家的比赛 基本上是黑不了的 周六有尖叫卡嘛 所以这周的垃圾黑的价格 应该还是很低的 他的不错的卡 像桑朵朵这样卡 应该会非常不错 这个是周赛级别的一张左边后卫 范丁克这张卡你说也不错 但是他好多关键数值 相对于普京没怎么找 84的败利应该也会不错 今儿吧 他其实提前腰可能更好一点吧 但是他这个数值还是不错的 86 5万左右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收一收 他把脑的性价比稍微有点低 看看尖叫卡出的时候 还能不能再降一些吧 罗里格兹这张卡基本上也就是数值高吧 但是化学啊和联赛都不是太好 刚刚EA又放出了最新的大比拼 要求依然是非常非常的低啊 也很宽泛 像何甲这个也没要求是金卡的 都是铜的也可以 法国这个铜卡也可以 美国这个铜卡也可以 基本上除了第一个英超大比拼 其实两个队友直交球有一个就行了 估计大家都有 基本上现在大比拼没有任何投资的意义了 所以我基本上也不再有体理新闻做任何预测 因为你即便预测对了 你也赚不了钱 你像这个切尔西或者曼联球员根本长不起来 谁俱乐部里还没有一两个切尔西或者曼联球员 要这么低 剩三个就更不说了 大家也没必要把精力放在大比拼的投资上 大家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开点铜卡卡包嘛 体能卡可以卖 闪铜卖得更高 普通连在国际好了也能卖出去 周四再把一些大比拼做的 回回本都挺好的 另外我其实今天想等的是德甲或者西甲的约束最佳 也没有出 但我相信还是会出的吧 但是网上有一种说法是可能不一定会出SVC 可能会在卡包里抽 但我觉得在卡包里抽的可能性不大 应该还是SVC吧 也不就是HBA到现在为止还不出 我知道德甲的好像没有宣布 但西甲已经宣布是没期的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还是在等等看吧 同时的话像德甲或者西甲83以上的这个价格不是太夸张的 还是都可以收一些的 因为现在已经10月份了嘛 下个月Black Friday来了 83、84的便宜收一些早晚还是会涨上去的 现在不还有FlashbackSVC吗 没准下周就又出了 或者明天谁知道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18的价格 收一点高数值的价格相对偏低的卡 早晚会用到 好 我们今天节目先到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